音樂 剛開始 那時候我記得 20年前吧 那時候我以荷花為創作題材 那時候為了要畫一朵荷花 我去拍了好幾百張的照片 然後貼滿整個畫室 然後只留下一個畫布的地方空白 其他都貼滿的照片 準備可以來畫它了 可是當你做下來的時候 你這樣可以畫出來啊 可是你是受限於你所看到的物像 把它組了過來 把這朵花搬過來 這片葉子搬過來 這片水搬過來 我把這個習性改掉了 包括所學的改掉了 因為所知所學都來自於頭腦 來自於頭腦的創作 這已經沒有辦法滿足現在我念心的一個 一個感動點 我覺得它沒辦法感動我 我只能夠畫出一張很漂亮的作品而已 所以我在思考 怎麼去除了一個透過用筆的形式去創作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形式能夠呈現 21世紀的現代水墨的一個新的風貌 把所學到的東西放下 一切歸零 回到最初心 用一個很真誠的心 很恭敬的心 去面對我所創作的對象 那一刻 那一剎那 那個當下 就是最好的作品 就是一個藝術創作者要聆聽自己捏在的一個聲音 當自己捏在的聲音出來的時候 就是忠於自己 所以我是忠於我自己的一個聲音 捏在的聲音去表達我對於最近這系列 這個過程當中 當下就是一切 那這一切就是當下 我從大自然的應物取形 我直接取這個物的形 取這個物的形的光線 取這個物的影子 以手畫的對象為老師 昨天早上看到的 今天晚上感受到在月光下的荷花 它都是一種印記 那這些印記 聯繫在我們的心中 它會形成一種 內在的一種養分 跟一種內在的這種氛圍 那我把這個 內在的氛圍感動 在那剎那間呈現出來 與大家分享 這下午的時候 整個竹影就到這邊來了 所以它就是學習的對象 啊 時時刻刻都在變化 今天的竹影 明天的竹影 完全不同 光影之間的變化 所以光影之間 它產生了一種很 瞬息萬變的一種自然現象 當你每天都在這樣子 跟它生活在一起的時候 當然能夠感受到它 世界的變化 它植物的一個生態性 一切都在生活裡面 所有的創作來自於生活 離開了生活 沒有創作 那個生活是一個很真實的生活 就是自然的呈現 所以日日夜夜 你所看到的這些東西 它就是你創作的題材 因為你跟它產生一種對話 那個對話是一個很自然的對話 那我只是將這種 將它給我的這種感覺 呈現透過一個創作 去呈現一個主持的一個 特性 所以我們從竹子的葉子 竹子的竹枝竹竿 竹桿到竹筍 都是創作 所以一切自然最大自然 所以施化自然 這是竹影的一個投射 它是個創作 方向大小高低都不同 所以時時刻刻都在一種幻化的 所以我透過拓印取得一個形的印記 來做一個創作的表達 而是上面的一個形象 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在於是最大小的地方 而是最大的形象 而是最大的一個圖 竹子的圖 所以它一切都在變化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 一切都是未知 一切都是在變化 晚上又不同面貌 我曾經有畫一張畫 哇 好高興喔 從早上畫到晚上 很滿意 太滿意了 然後就好吧 睡覺 結果第二天醒來 完全不一樣 因為紙會吸水 畫布會 畫布不吸水 那畫布的承載力 沒有像紙那麼快 所以它到最後都流到 變成不是你要的面相了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以那個面相為起點 所以創作一切都來自於自然 所以自然是我們的老師 那自己是自己的一個 當我們用一個很謙卑恭敬的心去面對 所創作的物像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到很多養分 它會教我們怎麼做什麼話 因為我們的心 因為我們的心過安靜 我一直強調是當下的創作 就是當下的時候 你的心在不在 就是說你的心過不過安靜 當你過安靜 當你過安靜 你的心一念不二的時候 那是一個會感動的人的作品 我是當代水夢畫家 陳正榮 陳正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